它是两种形态的 这是一种动物的吗 这是旧的 这是新的 今日 一堂生动且有味道的野生动物 粪便识别课 在位于四川省广源市青川县的大熊猫国家公园 唐家河片区内开展 听课的主角是一群来自港澳台的青年们 4月26日 为期一周的港澳台青年探秘熊猫之旅活动落下帷幕 活动期间 50余位港澳台青年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等地 通过参访 体验 研学等多种形式 打卡大熊猫了解生物多样性 感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这次的行程我们不只看 我们还可以学习到圈养大熊猫的一些知识 然后做一些研学的体验活动 然后到户外去做游览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会让 让我们对于国宝大熊猫这个大型的IP 有更多更深层的认识 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 是此次行程的重要点位 其内生活着包括大熊猫 牛角铃 红腹锦鸡 穿金丝猴等110种 中国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内的 1,091种动物 在这里港澳台青年们 与藏球猴 小鸡等野生动物 不期而遇 香港青年梁军仪一路都在用随身携带的相机 记录下沿途发现的惊喜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区域 我们很难进的来 我想用镜头就是记录下这一刻 然后能够把这些镜头里边的内容 反馈给我们港澳台的一些青年朋友 能够更好的呼唤大家 能唤醒这种保护自然的一种热情 港澳台青年们在走进保护区内的蛇岛后 纷纷睁大眼睛 寻觅蛇的踪影 讲解员向他们介绍到 蛇岛完好的自然植被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吸引了众多珍稀的蛇类在此生活 但步道周围是不会遇见蛇类的 曾到过四川十余个城市的户外运动爱好者 澳门电子竞技总会副会长梁炳超表示 这一趟行程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全程都会有一个专业的保护公园的巡视员 然后说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他要全程跟我们讲 无论是各种植物啊 动物啊 他们那个生态 实性 为什么会讲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会进化成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 同时间有什么事情会影响他们正常的分布啊 生活这类型的一个活动对我们港澳台的青年来讲 非常非常有意义 除了是认识如何去保育保育环境 爱护我们地球 同时间也可以更深度去了解到熊猫 在整个季燃界 甚至在整个世界上面一个重要的意义 八岁跟随母亲来到成都生活的台湾青年黄岐生说 他会将此次的见闻分享给台湾的亲朋 也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大陆感受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热情 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 比如说现在新流行的自媒体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渠道 去把我们唐家河正在做的事情 把它传播出去 把这种对于环境的理念 跟这种我们说的专业的知识把它散播出去 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一个方向吧 唐家河只是一方面 其实国家这么多年来对于环境的这种治理 它是投入非常非常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 那我认为我们可以更主动的去做一些正向的输出 告诉大家说我们中国是一直以来都是爱护环境的